四 二 三 零行 五 六 七 八 随着音乐摇摆在树荫下 手舞足道 避免被太阳晒得红通通 遮阳装备更是不可少 绣套啊 还有擦汗的一些 那个围巾啊 停下来就喝喝水啊 休息一下 如果想要再跳的时候再来跳啊 运动完适时补充水分 因为长者的排汗功能比较差 尤其是这些族群 待在高温环境容易体温过高 导致热衰竭甚至是中暑的情形 排汗的一个功能是 我们的神经系统在控制 在有一些神经系统疾病 慢性病等等 尤其是糖尿病三高的患者 其实对神经的一些感受性 其实是会比较差 比较不容易让体内的一个热 散湿出去 散热的功能会大打折扣 医师建议长辈们 可以选择在早上七点前 或是下午四五点外出运动 每次不超过一个小时 除了减少曝晒的时间 身穿宽松的衣物 更要适时补充水分 大安新闻 王一婷 徐英豪 台北报道